好,接近我們來關心美中爭霸 海上的霸權地位 包括在整個太平洋地區 雙方比船艦也致力在造船 最近我們來看到進度 美國的眾議院 這位是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主席 他叫做穆勒納爾 他近日在國會的聽證會議上面說 中國大陸每年的造船數量 達到了美國的540倍 那美國的另外一位同場 我們看到是製造業的聯盟主席 他是保羅 他說中國大陸的造舰的潛在產能 是美國的232倍 整體來說 目前中國大陸在造船全球占比 從1999年 當時大約只有5% 已經大幅地飛升至目前的54% 五角大廈的最新中國大 中國的軍事報告也指出 截至到2022年 中國大陸已經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 好這當中包括超過370艘的水面艦還有潛艇 反觀美國在1970年當時曾經經歷過一個造船業的繁榮繁景 但是我們看到每年仍然只生當時每年只生產了一年是15到25艘新船 1980年當時造船業取消補貼至今產能仍然只佔全球大約佔比 0.1% 而且近期美國CESIS也特別示警說中國大陸建立的造船帝國造船的威脅 加上還寄出了先前的這個301條款針對大陸的海運物流船業進行調查 如何看美國這一系列制裁可能減緩中國造船發展的腳步嗎 那為什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中國大陸的造船還可以突飛猛進 造船可以代表海上實力嗎 建長怎麼看 造船本來就是一個國家的海上實力 我舉個例子像現在去年中國大陸造了這麼多的船 軍艦只佔它的大概1%的噸位 意思是說如果今天打仗的話它把這個10%的力量轉過來造軍艦 它就是去年造的10倍的軍艦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國家的戰鬥力 當然是一個國家戰鬥力 但是我在講中國大陸為什麼造船會這麼好 我剛剛三個有講 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政策系的國家 它政策政府不支持不推動 你民間你很難靠自己的力量 因為你的稅可能比較重 還有很多種的 就是補貼可能也沒有這麼多 所以中國大陸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靠政府的一個戰略遠光 它看了很久很遠然後這樣子推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政府如果不推動 基本上你很難做到今天這個規模 第二個中國在所有的製造業 你到今天看就知道它為什麼 都會贏過世界這麼多國家 因為它的供應鏈太完整了 毫不說你造個船你要有鋼啊 鋁啊 這些鋼管啊 所有的機器啊 它幾乎全有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就是說現在所有各國的造船 我們家不管說先進要落後 造船它大概能夠 所有這些東西 國家自己內部的自製率大概有多少 沒有一個人能夠百分之百 中國大陸大概八十 韓國大概百分之六十七十 美國大概百分之五十 中國是一個最完整的地方 至於你說它為什麼能夠這個打遍天下 最簡單就是CP值 全世界一看就是它就是最便宜嘛 它就是發展到今天因為它的競爭多 然後內需又多 所以它就一物這樣子過來了 至於你說它會不會說 美國的這些東西會減緩它的這個造船呢 如果要減緩 一定要把它的那個叫做什麼 訂單抽走 你知道就是沒有訂單就減緩了嘛 有訂單的話那就很難 去年它的造船是百分之五十四 全世界就是它一個國家造了五十四對不對 全世界加起來只有四十六 它抵得過全世界所有的造船 這是造的結果 它去年的訂單多少 百分之六十六 意思說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 所以你拿不走它的訂單 你怎麼可能減緩 你給它別的東西都沒有用 你能夠限制什麼 它的CP值就是最高 而且造船這些像美國 我舉個例子 美國想不想回去 它回去也回不去 為什麼 造船多辛苦啊 你到那裡去盯著那個鋼板 電焊蹲在那裡 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明天蹲八個小時看看 你根本蹲不下來 美國人我可以到麥當勞去做一個 有冷氣的 還在那裡做 我寧可不要賺這麼多錢 但是那個環境好 造船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製造業 你一旦拋掉了 想要重建 那不是三十年五十年 還要到整個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 鼓勵啦 什麼什麼的 可能三四十年之後 你才能夠站穩 好 造船速度確實 現在美國已經完全比不上 那請教卓老師 您如何看這個海上霸權的地位 未來美中各自在海上的武器 有什麼樣子的領先地位 包括美國其實航母 現在也很先進 您如何看 好 基本上來講 因為CSS最近出了一個關於美中海上 海上這個實力的這個比較 那它這個比較裡頭可以發現到說 基本上來講 美國是大型的這個艦艇 它是比較佔優勢 比如像巡洋艦 或者這個驅逐艦 這方面美國比較佔優勢 那小型的艦艇 輕型護衛艦 什麼巡邏艦 巡防艦 這些大陸比較佔優勢 基本上這樣來分 那所以說像搭小型這些艦艇 因為它造的速度很快 所以大陸是因為它這個龐大的造船實力 所以一下子啪啪啪啪 就一下子數量上就超過這個美國了 那但是美國在大型艦艇上 雖然是具有優勢 我剛剛講的比方像巡洋艦 驅逐艦 可是它的造船的速度是比大陸慢了很多 那因此這樣大陸在這兩種艦艇上的這個實力 這個數量也開始追上來了 比如像2017年以後 美國沒有任何一艘新的驅逐艦下水 但是大陸還不斷製造驅逐艦 巡洋艦的情況也是如此 所以說美國基本上在大噸位上是仍然有優勢 但是這個優勢已經越來越 就是跟大陸的差距是越來越縮小 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的這個潛水艇 美國的這個核子動力潛水艇有66艘 那大陸只有12艘 所以這個也是大 也是美國仍然具有優勢的地方 可是這一方面 當然大陸因為它快速的製造能力 它核能這個發展上 這個差距也是在縮小 所以整體來講我們看這個艦艇數量 就作戰的軍艦的數量來講 大陸已經超過美國 大陸是234 美國是219 可是就這個火力來說 美國仍然是超過大陸 可是這個火力 不管你說從盾位數也好 或者它的這個火炮的實力 為什麼大的艦艇 對於整個海軍的這個火力來說 是有影響的 因為你大的艦艇 可以裝的武器就多 你大的艦艇就可以跑得遠 這是為什麼大艦艇 會佔優勢的地方 那好 那這種情況的 美國自己的估計 就根據這個CSS的報告 自己的說法 他認為說美國這個優勢 當然就維持到2027年 2027 很快喔 因為整體來講 因為大陸的這個造船的數量 不斷衝上來 它技術也不斷地進步 所以說大概 現在還有美國還有優勢 但是到2027年之後 大概美國就會被超越 所以美國現在要做的一個方法 是什麼辦法呢 就是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它要通過它的盟友 因為韓國 日本都是造船大國 雖然現在已經被大陸超越 但它們本身造船的實力還是很強 還是很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美國要重新啟動那些 它過去已經被廢棄停止的那些船屋 這個大概是第二個它要做的事情 第三個當然是 做法上的創新 對 就特別是在這些小型船艇上 因為你看喔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像在這個夜門 美國或英國 他們這個面對那個無人機攻擊的時候 他們也發燈無人機 也有生空無人機 也有這個用飛彈 可是人家這個 夜門那邊飛出來的飛彈 一顆可能就是幾千塊錢 美國這邊打出去的一顆就是幾萬塊錢 那個價格落差很大 對 這個也會是美國未來海軍 跟中國大陸競爭 或者如果真的對壘的時候 它所碰到的一個難題 所以要怎麼樣用這個 增加它小型船艦的生產量 然後怎麼樣去增加 所謂無人船艦的生產量 這個大概是美國會下一波 它想要去突破的地方 好 我們除了比拼這個 美中之間的海上作戰的這個武器 我們也來看到路上的武器部分 好這個是來自於美國的 馬里蘭州的高能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這個總裁他叫杜蘭特 他說中國大陸和俄羅斯 多年來致力研究新型的炸藥 還有可酬載新型高能材料的武器彈藥 他說目前啊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人是大幅落後的 他也舉例當時有 一個度很宏敬意識的炸藥之王 這一款叫做CL20 他說美國啊 你雖然當時深入研究 但是沒有廣泛採用 反之我們看到他說 大陸和俄羅斯 不斷地藉由這一款 再去做探索相關 有什麼樣新型的應用 所以大家就在看說 美國專家認為 新型炸藥發展上 中俄可以說是遙遙領先 真的可以這樣子來解讀嗎 建長如何看 俄國發展的怎麼樣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 中國的是真的是 遙遙領先這個全世界 我們先說 不是炸藥 炸藥 我們先說炸藥 基本上衡量的就是用TNT 大部分是用TNT 現在有一種炸彈 叫做溫壓彈 溫壓彈大概 威力是TNT的五倍 你就知道溫壓彈 大家想說好厲害喔 TNT的大概五倍 中國前一陣子宣佈 它就是和成功的組合了一個叫做 全氮因離子炎 就是你這個CIR20 這個東西 這是它的化學這個式子 它是剛剛我說這個TNT的多少倍呢 十至一百倍 為什麼是十至一百倍 不是一個數字呢 可能它還蠻神秘的沒有真的說出來 但是它介於十到一百倍之間 那你說美國難道做不到嗎 美國很久之前就做出了一個 它就是全氮因離子炎對不對 美國很久以前做了一個全氮因離子炎 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在合成的過程中間 它加了毒氣 有毒的物 然後它在四文字 它很容易揮發 你一揮發之後 我們不要殺敵人 我們自己就先死掉了 現在毒氣 所以它危險 那美國 中國宣佈說它做出全氮因離子炎 美國同時宣佈 它做了一個金屬氫 就是氫氣對不對 把它壓縮成原來的一千四百分之一 它變成金屬 它的這個爆炸威力是TNT的三十五倍 很厲害吧 哇小姐還說它做到了 但是四文之下它保存不久 就你把它壓這麼小之後 四文可能就發散了 那你要怎麼保存它 就是很多東西你是能夠做到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常溫之下 很穩定的存在 結果你的成功也是廣然 因為你那個環境 不容許你這樣去做 那這就是 我在一直在想 中國為什麼在這方面 最近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它的化學 那化學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裡面 我覺得它是稀土 他們做了很多東西 稀土 稀土其實它最大的一個功能 不是稀土本身 它有多大的一個什麼能量 而是它會變成一種 很敏感的一個觸媒 好比說我們原來放在這個鋼鐵上面 這個鋼鐵有這樣子的電磁性 好這樣子全弄 如果我混合了一個稀土之後 哇它磁力可能增加十倍 好比說你原來是一個綠能的板子 正常的太陽能 我只能吸收它百分之三十五的太陽能 稀土一弄上去 可以吸收到百分之四十二 然後四十八 稀土的功能完全就是把它原來的那個東西 更大的擴張 那為什麼全彈硬離子也能夠穩定 我的感覺 就是中國在這些化學的這些裡面 它加入了什麼東西 能夠在四文之下才能夠穩定的存在 那才有用 否則你不能四文之下穩定存在 你發明半年全部是百搭 好我們又看到了稀土的這個關鍵性 尤其是在這個剛剛提到的炸藥裡面 提到炸藥我們也要繼續來看到說 現在是來自於英國的智庫在提到的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他們說俄羅斯現在即使有這個制裁 但是持續的發展是它的炮彈跟飛彈 而且說產能可以達到五到十五倍 那大家就說在制裁之下 為什麼它還可以做這些東西 那其實就有智庫 它也特別點名說 俄羅斯從德國土耳其台灣 獲得了消化纖維素來製造 可以製造的炸藥 那其他他說中國大陸 和其他的國家也有從這邊來拿到電子零件等等 請教授老師怎麼看 接下來俄羅斯 它在彈藥上面的一個發展 有這些優勢就能掌握國際化語權嗎 當然化語權是另外一件事 化語權涉及到就是說 它的這些彈藥能不能轉化成為它戰場上的成果 它能不能因此而獲得更多的得到更多的土地 或者是能夠擊斃更多的烏克蘭的軍事 那麼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會 使它能夠在俄羅斯 如果未來要進入談判 它可以取得更大的優勢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來看 看一下俄羅斯的彈藥 俄羅斯的彈藥大概現在一般就是說 現在一般的說法說 俄羅斯彈藥的生產或者它的取得 是美國跟歐洲提供給烏克蘭的三倍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顯著的優勢 因為三倍的意思就是說 烏軍打一發子彈 俄軍可以打三發子彈 那這個當然就是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這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呢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你看 除了朝鮮或者其他國家可能提供給它的彈藥 或者剛才主持人提到俄國從其他國家得到的一些 中間材去生產的彈藥 這個當然是兩個很重要的來源 讓它能夠快速的生產 事實上因為俄羅斯的軍火工業快速的成長 所以俄羅斯去年的經濟成長呢 已經不只是由負轉正 而且還非常的亮眼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主要它的一個引擎 成長引擎是來自它的軍火工業 但是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在國際的軍火市場上 俄羅斯也是一個非常敏捷的買家 那事實上最近這個也有媒體報導 就是發現也有媒體報導提到就是說 因為捷克是替北約在國際市場上去購買彈藥給烏克蘭的 那捷克的這些軍火商的代表就是說 發現到說他們的動作都比俄羅斯慢 因為他們還有它這個所謂財務的資源啊 各國的協調啊這些 所以往往他們都搶在俄羅斯後面 所以等到他們要買的時候 那俄羅斯已經把它買走了 所以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俄羅斯自己生產的很快 第二個就是說 它在國際市場上 它的動作也比較快 所以這個會 這個就造成了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俄羅斯所得到的彈藥 是這個烏克蘭得到彈藥的三倍 好 謝謝蘇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